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谁能够提出诅咒呢 那当然是代表着最高权力的法老 虽然法老的咒语极少 但是大致他们的话都是一样 表述方式不一样 忠心意思是一样 我们以一个在公元前1341年 到公元前1323年 在世的这埃及啊 第十八王朝的法老 托特卡蒙 他这个灵墓上的诅咒说起 在他这灵墓上就有这样的一段话 谁要是干扰了法老的宁静 这死亡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您说当您来到了埃及 来到了图特卡蒙 他的这灵墓的时候 您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您相信的 你都死了好几千年了 我上你这玩会儿咋了 您别说 这世界上啊 还真有不信的 但是还真就有出事 事从哪天开始出呢 是1922年11月26号 这个英国呀 有一个很了不起的 这科学家 他叫卡纳冯勋局 他出钱 让有一个专门的考古学家 卡特 带领着考古队 就挖开了 这托特卡蒙的灵墓 结果就出了事 卡纳冯与古埃及金斯塔的联系 应租宿到20年前 1901年 卡纳冯遭遇了严重的车祸 损害了他的胸部 由于呼吸困难 医生便建议他 到温暖而干燥的埃及过程 这样可以避开英国 令人窒息的奴物 就这样 卡纳冯来到埃及的卢克索 哎呦 那个时候啊 开挖金斯塔正热闹 他也到了国王谷这考察 考察的结果是 哎 看到人家考察 一个一个的玩意儿 咱也来呀 于是乎自己也投资 跟埃及政府申请 那只埃及是归英国管的 哎 跟英国政府申请 哎 我要在这考察 说出钱就可以了 成了一类考察队 一开始没什么收获 然后就便请了 这霍华德卡特先生 人家这卡特比他年纪小 但是人家17岁就来到埃及 而且终身从事考古 是整个埃及那个地区 君子塔考古领域的 这个所有的专家学者 的这召集人 所以当时的卡纳冯 就决定聘卡特 作为他的顾问 替他来考古 每年给他400磅的钱 这一下子 十年 没有丝毫收获 转眼就到了1922年夏天 卡特当时就 哎呀 我咋交代 不行 我得亲自到伦敦一趟 我得找这个 卡纳冯军 告诉他 你再给我一年功夫 我要再什么都考察不出来 我把钱退你 对不对 结果 这死说活说呀 卡纳冯军 给了他钱 让他再干一动听 不久卡特带领队伍 开始挖掘国王谷中 最后一个无人触及的区域 一个22英亩的三角区 在挖掘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了一个共有16级台阶的通向地下的尸体 他们确知这是一个封了口的古墓 因为在石膏的墙面上 盖着墓地守卫者和一个鲜为人知的法老的印章 图坦卡蒙 一场兴奋的卡特马上让工人封闭墓穴入口 暂时停止发掘工作 向卡纳冯发出了电报 卡纳冯很快来到了国王谷 刚一打开墓穴入口 就看那儿啊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陶瓷碑 陶瓷碑刻着这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当时谁也没在意 卡特找人 找懂这方面的专家呀 去翻译 结果就发现了 上面写的就是我们前面这句话 谁要是干扰了法老的宁静 那死亡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人家给卡特一翻译 卡特一想 这我不信呢 我是无神论者 但是我下面这些个工人 他是我花枪过来的 这他们要信怎么 赶紧把这收起来 把这瓶瓶收起来 让他们谁都别见头 继续开挖 结果刚刚挖开这个门啊 在里面又看见了一尊神像 神像正面 您什么也看不出来 就是一普通神像 但是他的背面有一行字 这字写的什么呢 作为图特卡蒙陵墓的保卫者 我将用沙漠之舟驱逐盗墓贼 你看又来了 你说这人信吗 他不信了 继续挖 这个挖垛里面 还果然看到了图特卡蒙的 这棍打开 说时吃那时快 这打开这声音刚落 就从外面 不知打哪 飞了一个毒蚊子 这毒蚊子呀 一下就盯在了 这卡纳冯勋觉得 左脸上甲 就这个位置 一下就咬了 咬了以后当时一拍 蚊子不知哪儿去了 没事儿了 当时就感觉到 哎呀不行 身体疲惫 不行我得出去休息 出去休息 没两天 满嘴的牙掉了 这牙一掉 你想想它非常长掉 上火呀 体温发烧了 哎呀这带不了了 赶紧走 1922年3月 他们来到了埃及的开罗 他这养着 本来是挺好的 但是不久有一天呢 这卡纳冯勋得 怪胡子呀 结果这也怪胡子不要紧 怪流血了 又发烧了 而且他这烧怪 怪在哪儿呢 今天一凉表 40度 摄氏度啊 40度 明天再一凉表 39度 哎降下来了 后天再一凉表 40度 大后天再一凉 39度 就这么 40度39度 40度39度 一下子就这样 折腾到了4月4号 说到这儿 我们就要注意了 小孩 40度39度 这没事儿 这大人 怎么经得起折腾 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卡纳冯勋爵 熬不过明天了 卡纳冯勋爵 在开罗去世呢 奇怪的是 在卡纳冯去世的当晚 他在英国的狐皮狗也嚎叫着死去了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1929年的一天清晨 卡纳冯的遗孀 伊丽莎白夫人 与世长辞 其死因 耐人寻味 他同卡纳冯一样 也是因虫子丁遮而死 甚至丁遮的部位 也在左脸甲 与六年前死去的丈夫 一模一样 那么话说到这儿 卡纳冯勋爵刚一去世 那整个欧洲舆论哗然呢 所有的人都在传着 哎呦 大家可不能去那个 埃及那个金字塔里面 这金字塔里面有怪物 你一到那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 这还传着 更有甚者 跟卡纳冯勋爵一块工作和生活过的人 陆陆续续的 先后都因为各种原因 毙命了 先是谁呢 哎 有一个考古学家 阿瑟梅斯 突然之间神经失常 病死 紧接着 跟这个卡纳冯勋爵呀 陪着他去的埃及 陪着他进到古墓的一个人 哎 这个人呢 叫乔治古尔德 也因故怎么样呢 高烧不退死去 接下来 在全世界第一个揭开 图特卡蒙 果实部的这个人 那是个专家呀 他揭开了之后怎么样 用X光 还给人照相 这个人叫什么呢 道格拉斯 德利 道格拉斯 德利教授 给人呱呱拍片 拍了没几张号怎么样 发烧了 不行不行 厉害 没走到伦敦 人就报销了 之后 美国一位金融家之子 到卢克索游览时 卡特陪同他 参观了图坦卡蒙林墓 第二天 他就因高烧而突然死亡 卡特的助手 麦斯在患上高烧后 于四年后 不治而亡 接着 卡特的另一个助手 理查德·贝茨尔 则因心脏病突发 于四十五岁时 死于床上 后来人们发现 至少有四十名考古学家 在这两年内 突然死亡的原因 均与图坦卡蒙林墓 有所牵涉 法老的咒语 从此开始在科学界流传 并引起震惊 真的有法老的咒语 这咒语真这么灵 咱是什么社会 当代社会 咱总得解释解释 这法老的咒语 为什么灵验 于是乎 很多的专家 就从细菌学 毒学 放射线 等原因 加以解释 在这方面 第一个 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是埃及的 开罗大学的 生物物理系教授 扎丁塔哈 他在1961年的 11月3号 他向全世界 公布了他的答案 他说 他在电子显微镜下 观察出 有一种细菌 在这个木乃一体内 在这个墓穴里 在这个金子塔里 怎么样 生活了三四千年之久 你说 三四千年之久 这里面也没空气 就仅有的那一点 关键的那点空气 也不流动 没有任何变化 这细菌能活三四千年 但是他的答案 刚刚给出 不知道是不是 触怒了谁 自己怎么样 开车都疯 不是撞了别人 被迎面来的车 一撞 他和他的助手 当即身亡 没了 所以 这是细菌吗 有的人说呀 很多的专家都认为 这细菌的可能性很大 但问题就在这 这细菌是 人家人为不值下去的呢 还是不小心 在这里滋生的呢 我们要注意 您大凡知道点 埃及古代史的人 您就得清楚 什么呢 这埃及历代的 这法老 都是史读专家 所以有的人就会认为 这里面的毒 会不会就是 这法老自己下的呢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有的人说 这毒能毒那么多年吗 诸位要注意 这个毒性啊 你任何一个毒品 搁到那几年 阳光暴雨 哎呀 几年就没毒性了 但是你要搁一个阴冷潮湿 不透空气的地 可以几百年 你要搁到金字塔里 很有可能几千年呢 所以这就出现了什么 杀人的两种说法 一种是细菌 一种是病毒 但是这两种说法 是它自然滋生的呢 还是人家 时间就下的呢 除了病毒以外 法老咒语 还有没有其他解释 1949年 著名的原子科学家 路易斯·巴格雷尼认为 古埃及人 便已知原子分解规律 他们的祭司和智者 对油的特性很清楚 用原子辐射 来保护他们的圣地 是可能的 如果说法老的咒语 来自放射性物质 那么这些物质 可能就是木乃伊身上的 服录和装饰品来 说到这儿 就让人想起了一个事儿 这1912年4月14号 英国的那大豪华邮轮啊 全世界鼎鼎有名的 泰坦尼克二航行 从英国航行至纽约 没到 装山了 沉了 为什么呢 这船上 有一千五百多人葬身海底 船上两千二百多人落水 一千五百多人死 船上有四十吨土豆 一万两千瓶矿泉水 还有什么 诸位我告诉你 这船上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 埃及的木乃伊 这木乃伊啊 枕在一个符咒上面 它头 头底是一个符咒 符咒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 你从沉睡中醒来吧 你看一眼 就能战胜 伤害你的一切 你说这个文物 木乃伊应该搁哪 应该收起来 没有 搁哪了 搁的这个 泰坦尼克号的船长使的 船长指挥使的 他后面呢 你说会不会 船长受了这木乃伊的核辐射 他糊涂了 最终就成为了 这法老的诅咒的牺牲品了 咱们下次再见 法老的咒语屡字发为 谁能揭开这千年诅咒的神秘 一位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 商伯良如何与埃及结缘 他又是如何破译 古埃及碑王的男人 金字塔之名系列之 奇人商伯良下集播出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 网上 他传了 词 少 杨栋 掌 杨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